Hello Happy Sunday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我的頭髮 因為很多人有問過我說染這麼淺的頭髮 到底要怎麼保養它 所以我想說今天就來分享一下 那我想來分享第一個是 你到底適不適合漂髮或是染淺的頭髮 第一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這樣細軟的髮質的話 其實你就還蠻適合漂髮的 因為漂髮它會破壞髮質 所以你的頭髮會變得更毛躁或者是更蓬鬆 如果你本來頭髮就比較毛躁的話 漂完之後再染 它就會更爆炸更蓬鬆 然後看起來髮質更不好一點 所以如果你髮質比較是柔順跟細軟的髮質的話 就會更適合了 再來就是如果你頭皮跟頭髮 健康度不夠的話 其實都不適合漂髮 像漂髮它會幫你上頭皮的隔離啊 頭皮不夠健康的話 你在整個過程中你可能就會有灼燒感了 你可能覺得會癢會很不舒服 這樣其實對你的頭皮非常不好 那頭皮是頭髮生長出來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怎麼講是一個地方 如果頭皮不健康 生出來頭髮也不會健康 所以你之後就算漂髮了 你生出來頭髮也會髮質非常的不好 當你髮質非常的不好呢 你就也沒辦法漂髮了 就算你漂髮你髮質更不好 它就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你平常一定要把頭皮跟 頭髮的保養用好 再來最後一個 就是你願意花時間去保養頭髮 那這個願意花時間呢 是 對我來說我也不會去花很多時間 我算是懶人保養的一種 但是我說的這種呢 是你願意為了它去改變一些你的生活形態 跟生活方式 那怎麼樣改變呢 接下來我就會再來分享 那 我會建議如果你想要染頭髮漂髮 那如果你想要比較持久在 在進行染髮這個動作的話 我建議你不要染紅色系的頭髮 因為紅色系非常容易掉色 然後你就要一直一直去保護它就會很辛苦 你每洗一次就會掉一次 那其他顏色就是大概就看你喜歡 那我等一下在講護色的時候 我會以我個人非常不喜歡 染完頭髮之後漂髮之後變成金色 它慢慢掉色掉到金色 或者是掉到像布丁頭那樣 所以我護色的方法會有 那個方向 下去講 怎麼樣可以保護顏色 然後怎麼樣才可以更持久 因為我也不是說髮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人 因為我很常漂髮 所以我可以把周期拉更長 我就要拉更長 所以可以維持的更久 然後不要布丁頭 那第一 就一定要跟設計師溝通 它的染頭髮可以讓你持續比較久 那再來呢 它會用一些技術讓你比較可以持久 好那我就來講 如果你枕頭染成灰色 或者其他顏色的話 你黑色頭髮長出來 它就完全會是一個布丁的 狀況 那如果你看我現在的 染髮方式呢 是 它這邊其實是 這邊是有點黑 比較深色的 然後戴下來 它是淺色的 所以我頭髮長出來的時候 它就不會 會這麼的明顯 那你可以看我之前的 我之前有兩個月的影片 跟 到 4個月 6個月 到現在8個月 然後我前幾天才去染 那它的 狀態都不太一樣 因為影片拍的話 其實它所有缺陷 就會出現得非常明顯 所以我覺得它效果算非常好 所以一定要跟設計師溝通 好再來就是非常簡單 就是減少洗頭次數 所以就是如果你有運動習慣 戶外活動習慣 或在夏天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做好安排 那我 我自己的話我可能三到四天洗一次 就是如果你太常洗的話 你每洗一次就是掉色一次 好 那再來是洗完頭 一定要吹乾頭髮 這個是 我講的這些分享 是我 這些漂髮的經驗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 髮型師 那他們在跟我分享的時候 會分享一些 tips 那這是其中一個 就是 頭髮一定要吹乾 因為他頭髮在濕的狀態的時候 他很容易掉色 所以你洗完頭髮之後 一定要盡量盡快的吹乾 然後再來呢 一定要用護髮的 洗頭 潤髮 跟 一些護髮的東西 那我要來分享的是 第一個是 海洋之星 海洋之星它有 洗髮精跟這個是 霧光髮膜 它是霧光系列的 霧光系列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想要保持 奶油色跟冷霧色 掉的頭髮的話 洗這個會幫你保持 這個顏色 但是你要記得喔 非常的矛盾就是 如果你想要讓頭髮非常的滋潤 它掉色就會非常的快 那如果呢 你想要保護顏色呢 你的頭髮就不能 很滋潤 所以我之前 不小心把自己頭髮染深的時候 我就用非常滋潤的 護髮乳 去 讓我頭髮掉色 比較快 所以 這兩者是不能兼得的 你一定要 選擇一種 那我在 我自己的話 我洗髮都還是會用這種 那我覺得它清潔度 都還不錯 然後頭皮也不會不舒服 護色也護色的很好 我覺得這個蠻推薦的 你如果你想 試另外的洗髮精的話 他有一個是 Milkshake的 Silvershine 他這個是 銀釣的洗髮精 他就是 灰白髮或者是 冷色調適用 所以你就是看你的 頭髮顏色去選 適合你的 洗髮精 那我的比較 也就是灰呀 然後霧色調 所以 其實這兩個我都會 交叉的使用 你頭髮很乾的話 下面全部都是分叉 其實都會 變得很醜 因為你依然淺 你所有的瑕疵 都會 變得非常 明顯 大家都會知道 你的髮質 看起來非常的差 然後再來 你可以用一些 就是一些 護色噴霧 那我覺得這就沒有一定了 你愛用什麼 就用什麼 然後再來是用 滋潤的 就是 吃髮的時候 我會用 LUX的 RICH OIL 那我會用這個 它不是護色 它比較是 滋潤的原因 是因為我 這些產品 我沒有用任何 是滋潤的 東西 但我的頭髮真的很乾 所以我還是會 用在施髮的時候 用這個 然後大概用 擠一次吧 然後就是用髮尾就好 就是會 比較乾的地方 然後再吹乾 我會再用比較 護色的 護髮乳 再一次 那記得用量 都一定要非常的少 你因為少量多次 也不要一次 就放上去 不然你就會 頭髮就會變得很 油 然後 一絲一絲的 就好像沒有洗過頭 就 不好看了 再來就是 少游泳 跟泡海水 就是盡量不要 去游泳跟泡到海水 要不然你就是 游清水 然後清水 一樣 我剛講了 碰到水還是要盡量用乾 所以這也是一個 做取捨的部分 但它可以幫你非常有效的 保持你的髮色 然後 保護髮色 講完了 我要來講 怎麼樣 維持好這個髮質 那 第一個呢 就是隨時梳頭 你可以 可以準備那個梳子 你就隨時這樣梳一下 因為 如果你的頭髮 就是全部都打結 然後全部結在一塊的話 你之後你頭髮要梳開 就會非常的難 而且你會 隨時就會知道說 喔我現在頭髮梳不開了 代表它太乾了 你才可以去 改變一下你的護髮方式 你才知道你要改進 這樣子 你 怎麼講 你花這麼多錢跟時間 去染頭髮才會有意義 它才會是個 漂亮的顏色跟髮型 然後再來一次就是 少使用電棒產品 就是會 發熱的產品用在頭髮上 都要盡量少使用 那我知道的是 因為染淺你不能去燙 所以你就會用一些電棒的產品 做一些輔助使用 其實我也會 因為 你會看喔 今天我沒有用任何電棒產品 其實它就不會這麼直 那淺色的啊 它真的任何的瑕疵你都看得到 就是這邊一彎一彎 它其實都非常的明顯 所以如果 我有 重要的活動的話 其實我一定會用電棒 捲 電棒啦 我用的是 Dyson的電棒 我一定會平板夾再夾一次 讓它更柔順 它就會 更 撫平一點的那種感覺 看起來 髮質會更好 你這樣 髮質好的話 顏色才會更漂亮 其實跟化妝一樣 膚質好 你畫起來才會好看 然後再來就是 少使用 髮型產品 髮型產品是哪些呢 就是 不是保養的東西 都 都少用 那為什麼要少使用呢 因為你用了就得洗頭 你不洗頭的話 你就會 傷害髮質 傷害頭皮 那至於為什麼 你就看前面的囉 我就不再解釋了 然後再來是 你擦頭髮了 你要 你再來就是你洗完頭髮之後 一定是 你要用毛巾擦乾嘛 可是如果你這樣揉的話 就不行 你一定要用毛巾這樣 壓 壓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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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髮質不好有一點呢 他是毛鱗片 他就是向上打開的 所以我們要幫助他向下閉合的話 他就是如果這樣子揉錯動作 他就讓他 讓他打開 所以我們就是用壓的 用壓的 用壓的 不要讓他有這樣打開的動作 那其實所以就是那種像那種 很像浴帽的那種 包頭髮的 就是可以讓頭髮變乾 那種就蠻好的 但記得不要用太久 因為濕的頭髮 也會容易掉色 所以你包 你可以先 護髮之後 你包完然後穿衣服 穿完衣服 就可以直接就吹頭髮了 再來就是吹頭髮的時候 一定要 由上 往下 吹 一樣 因為是毛鱗片 他是 向下 打開的 所以如果你吹風機這樣吹的話 他就會 順著毛鱗片這樣吹 你吹出來的髮質才會好 如果你都這樣吹的話 他就會逆著 那你的頭髮就沒有辦法很柔順 跟很 漂亮的那種 感覺 而且毛鱗片如果沒辦法 閉合的話 他除了 髮質 就是髮質沒那麼好 他水分流失 他的顏色 也會流失掉 所以這個 擦乾 然後往下吹的這個動作 其實還蠻重要的 他就是一個生活習慣 的一個養成 然後再來你這些都做完之後呢 你一定要定期去做保養 那 至於多久你自己決定 可能一兩個月 都可以 為什麼要到髮廊做保養 我剛剛講過 如果我們自己做保養的話 你滋潤的產品一定會掉色 那如果你 磁色的產品的話 他就不能滋潤 那這樣久了之後 其實我們的保濕 他就慢慢慢慢 沒那麼好 因為真的漂髮 就會有這種問題 那這種時候如果去 髮廊 他再做一次他們 專業磁色的 護髮的話 他會就是 增加他的結構的強韌度 增加的健康度 保濕度 你整個頭髮就會更健康 然後 會 更好 你也可以去做頭皮保養 讓整體頭髮 也是 更健康 我想分享這個是真的很多人問我說 到底是怎麼保養 然後 我必須說我的 我的 染髮師有跟我講說 他說我的頭髮 很好上色 上色 很好 超漂色 然後漂得 很乾淨很清澈 然後他上顏色的時候 就會上得很漂亮 然後他說我髮質維持得很好 所以我才想來分享一下 因為也有 真的有路人 就是把我來商量問說 請問一下 你這樣保養頭髮會很麻煩嗎 然後我就突然發現 原來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從來沒有發現 它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想說今天就來分享給大家 然後再來最後補充了一點 是腫刮這些之後呢 如果 保養過頭的話 你就會發現 頭髮就容易泛油 尤其是夏天 更容易泛油 所以你這一定要記得 就會變成說 你保養過度的話 你整個頭髮就變得很重 它的那種輕盈感就沒有了 你不想要太常洗頭的話 我一定會用的產品是乾洗髮 我用的是Moracle Oil的那一個 產品 然後我會放 我會放旁邊 我應該會放資訊欄之類的 然後你們可以 參考一下 好今天就分享結束 那在 因為 我再聲明一次 我不是專業的髮型師 所以我分享上面 有錯誤的話 你們在下面留言給我 然後這只是我個人的經驗分享 也希望你們可以染到一些 你們 很喜歡很喜歡的髮身 然後持續的非常久 好啦那就 See you next time 掰掰 掰掰 here comes the moon held by my love